字幕君 编曲 李宗盛 要幹嘛 客人在裡面跟客人要換車 車身邊在混戰之中 請你去顧一下它的車 喔那個喔 我知道有氣的喔 我來看看 哇 這個 這... 誒,客人在裡面喔 呵呵呵呵呵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是說這有差我這兩腳嗎 剛剛柯碧有說07年的啦 你看喔,這台車有一個通病 這個 有沒有,自動關門系統 這是那時候TNR有的配備 現在不是有電動尾門 對不對,我們有電動駕駛門 有沒有 這個就是它那個駕鑾 用久了就鬆掉了 你看這個 上下車的地方保持得還不錯 可是你看這方向盤這個滑的 這個有一點光亮耶 誒,是頂級的耶 你知道怎麼判斷這個車頂級的 怎麼判斷 一個就是這邊看到一個VTC 當初的一個防滑系統 電動車洋簾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它的副駕駛座 有腿靠 腿靠在哪裡 我靠一下 我靠給你看,我靠給你看 你在這裡等我 我在那邊靠給你看 哇 哇 腿靠 這麼舒服 有沒有 污車 還可以撿到錢 放口袋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當初頂級的才有這個配備 雖然外表看起來 爛爛內裝看起來好像還不錯 我先看一下有沒有撞好不好 看一下那個好了啦 好不好 引擎室啊 這個車 這個車喔 2007年的Tiena 那這個2.3的 然後頂級的 EX版本 EX 那有魚眼頭燈 有魚眼頭燈 這個就是小改款 舊款的沒有魚眼頭燈 05年 04年 沒有魚眼頭燈 現在市面上行情在收購價格 大概在10萬塊錢左右 那中古車商是這樣 10萬塊左右來看車況 遞增遞減 對吧 不過這台車看起來應該只有遞減的命 沒有遞增的命 好不好 現在是在拍鬼片 像這種車其實齁 我們不用花太多的時間看 打開 膠條 那個貼紙在 膠條是硬的 螺絲沒有拆 兩邊的那個 葉子板的貼紙都在 好看完了 有沒有這貼紙都在 有沒有這貼紙也在 老車喔 尤其像這種 不是 一腳踏進坟墓的車 我們通常就是著重在於說 我們第一個買多少錢 買越便宜越無所謂對不對 第二個就是 我回來以後 有沒有可能修到死 對不對 大家都說嘛 兵力我都買得起啊 米兵的他老母 我們也都買得起啊 是怕養不起嘛 所以齁 看一下一些耗材 肉油 沒有肉油耶 沒有肉油耶 他冰箱也乾的耶 不用拿手電筒 不用啊 這種垃圾下來拿手電筒 浪費電 對啊 手指頭要電耶 要充電耶 沒有啦 就稍微看一下啦 因為齁 坦白說老車有一些 肉油啦 或是一些小耗材要換 我覺得基本上是蠻正常的 只是說我們要看說 整體下來是算糟糕 還是說其實 陸續有在顧 因為講實在話 這個年份的車12年 他如果車主沒有顧 應該也沒辦法開了 按一下這個 避震器的 這避震器應該也換過了 對啊 這避震器都換過了 輪胎也是蠻新的 這引擎室 我說實在保養還不錯 雖然他外觀看起來 垃圾皮 可是 引擎室是真的 我覺得已經是真的 顧得有水準 看他有沒有加水相機 就知道有沒有顧車 喔水不夠 水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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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顧不開嗎 沒有這個就要注意 還是乾掉 你通常看到水 沒有水不夠就要注意 要注意一下 這個可能要照一下 欸 那你不是說浪費電嗎 你看這個 引擎的東西 這個電不能省 這引擎如果掛掉 買錯了回來 就GG了耶 哇這來 我跟你講這個車里程數 應該蠻高的 這個裡面都卡一些 黑色的 黑色的無垢 有沒有 這個里程數 正常喔 應該是要一個 這個 還看得到金屬的顏色 還看得到金屬的顏色 呈現一點金黃色 這個是最理想的狀態 那這個造起來已經有點黑黑的 你剛剛看到卡一些黑黑的這個 我們稱叫油泥的東西卡在上面 那可能回來就要花一點錢去洗這個 油泥的部分 再來一個 油泥有可能會 會這個塞住油泥 某些讓你的這個機油的油路不順暢 所以這個要注意 不過看起來沒有吃水啦 好我看一下有沒有撞 這個外觀都很差 小改款的就有這種像LED的 一點一點的這種尾燈 有沒有電動遙控 後車廂 不是後尾門 貼紙喔 看一下喔沒有撞 沒有撞擊喔 這車為什麼沒有趴下來看 這垃圾這樣不用趴啦 沒有啦其實喔 有時候大部分從上面其實就看得出來 那會趴下來是因為 現在很多車上面會做示板 鋪蓋或有時候車主上面 媽堆一大堆東西 你根本就翻不開 沒有辦法從上面看 我們就會趴下來看 或者是說我們從上面看 覺得怪怪的 才要趴下來從下面看 你不要看人家在孤車喔 每個都在那邊打就像真的耶 有沒有 孤車就一定要趴下來 沒有好不好 那只是這樣子看起來 好像比較認真而已 對這說效果 對這說效果 沒有一定要趴好不好 不要騎的時候要坐著 坐著的時候要倒著 倒著的時候要打 打著就不想騎了 好啦看完了 對啊啊沒有撞啊 我把它發動好了啦 發 有沒有看到IKEY 彈型的好不好 我下次建議原廠這個鑰匙對不對 再加裝正中功能 對不對 六段吧 隨便看你要幾段 有沒有 一減二個 不然要減四個 對不對 發動 唉唷 還滿順的 喔 來拍一下拍一下 好26萬耶 跟達科講一下看能不能不要收好不好 有時候車不是便宜就好了嘛對不對 我試一下變速箱好了 變速箱喔 其實真的有一點比較虛的 就是它路檔的頓錯稍微比較大一點 那當然我跟你講喔 不是路檔不能頓一下 不管你什麼車 就算你變弩路 路檔都會頓一下 VLiang的頓約更大力 可是 我們在感受的是說 因為我們看過很多同款車嘛 我們會去感受 每一台車頓錯的感覺 知道它的標準在哪裡 所以我覺得這一台是比我之前經手過TiNR 路檔的頓錯稍微再偏大一點 那當然也反映在它的里程上面 雖然它的皮椅的狀況 方盤狀況 坦白說整理完 你真的會看不出來這台車跑26萬 那這個我們只能說它算是一台 它雖然跑得很多 但是我覺得它相對 它能跑那麼多 它一定也有花過一些錢照顧 不然不可能跑那麼多 你上系列 Infinity系列這個 中控台 它這個 你看它這個所有的風向 全部都設計在這邊 有沒有 這個風柱有沒有 然後我要調溫度 有沒有都在這邊顯示 改裝這個音響的時候就是會很麻煩 因為你改成觸碰電視以後 這些沒辦法顯示了 除非你去改一些專用的機子 有時候我們買這種便宜的二手車回來 做一些簡單的像這種影音的改裝 也是很愉快的一件事 而且又符合現在的科技對不對 有的還可以連接這個 倒車顯影 行車紀錄器等等 開壓偵測等等 會讓你的車子等級瞬間提升 你弄這個車回來 你要改專用機你就很麻煩 好啦 那時候頂級的有定速啦 有天窗啦 你去跟柯P講一下 看這個車 一定要 一定要 一定要收嗎 那收這個車回來我真的不知道幹嘛 你看還有機翼電動 還有電熱營 這貝貝很好啦 那不然這樣子好了啦 你先去跟柯P喬一下 看是不是 有時候 先去喬先去喬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講 算了算了算了 跑二十六萬要幹嘛 他就說他要跟我們換車 就一定要收啊 一定要收喔 對啊 他怎麼說要賣多少錢 你就說 就換新就五百塊啊 就換新就五萬 你叫他去換新車好不好 你跟他說 我們政府沒有補助我們五萬啊 獨立 財團 只能換新車 才有補助五萬 換二手車沒有 這五萬我們買回來幹嘛啦 我跟你講喔 其實有時候就是這樣 很多車子 收得身不由己 坦白說 如果五萬塊的話 今天我們跟他換 那可能就是從我們 新車的利潤來做 做一下補貼啦 比如說我新車 可能本來有賺五萬 然後就拿個三萬來補這台車 等於這台車就買兩萬 然後類似這種感覺 抓長補短 不然怎麼辦 你如果想要賣車 有時候身不由己 這種車就一定要收 我是希望能收八千就好了 還是五千 因為現在車我跟你講 報費 其實真正的報費價 是大概在八千塊左右 他秤重賣值 吸數越大 車越重 就越多錢 這工地價 總要哪都一樣 你如果是那種 一千兩百CC小車 報費可能就剩五千 太輕了啦 所以他們主要是這個 趁重量 在看那個 報費環保獎勵金 很無奈的進去 喬一下 要不然要逼我 一定要收這個車 大家要聽一下他的怒吼 來 好 走吧 處理了 好啦 調好啦 這能跟我們換車啦 那這台車最後我們收進來的價格 是三萬塊錢 然後 基本上這車不會整理了啦 因為三萬塊 坦白說客人很為難啦 他就換金 他就 他就有五萬塊錢 所以其實我們也是 喬了很久 那跟他好好的說明說 因為政府並沒有 給我們這一項補助 所以 沒有辦法 我 我喬到最後我們就是 三萬塊成交 那這個車其實 我講實在的 我也不知道回來要 賣給誰 也不知道要怎麼賣 我們又不調表 那可能就以 這樣子還能開的狀況之下 那 當作公務車 好不好 或者是有人要買便宜 對不對 又大又舒服的沙發 再跟小吃聯絡 好不好 反正這個車我們最後 都報廢掉 撩幾也是撩兩萬 就這樣 好啦 今天的節目在這邊 副車系列 簡單的副車系列 跟大家分享 三萬塊 2007年TNR2.3EX 頂級跑 二十六萬公里 三萬 掰掰 掰掰 搞個ヽ ノ 裡面